现在要为您介绍的这道菜相当的简单 它就叫做沙拉腰果 它的材料是腰果少许 以及沙拉酱少许 腰果是要经过炸过以后的腰果 这个就是沙拉 这个呢就是炸过以后的腰果 不是生的腰果 首先要将瓦斯炉打开 把火调到小火 然后将准备好的沙拉酱放到锅中热炒 炒的时间大概是15秒钟 接着再把腰果倒到锅中 一起下去搅拌 炒的速度一定要快一点 这样才不会粘锅 炒熟之后 很快的倒到盘子里面 这么一道简单又好吃的沙拉腰果就算完成了 腰果本身含有很高的热量 可以补充人体不足的能量 炸熟之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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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熟之后